自己的国度征服地球和人类 那么对于他们而言 地中海就是一个天然的水下活动基地 关于亚特兰尼斯的传说 在很多的科幻或者动漫的这种作品里头 都把它作为一个传说之导 存在深海里头的这种岛屿 这里头他们就认为人类文明是分为很多记忆的 我们上一期的人类文明达到了一个很高度的 一个文明程度 但是因为战争被毁灭了 那么在这一期文明的最后的一些上下的人类 他们就随着亚特兰尼斯这块大陆一起沉没到海底去了 然后他们最后就在海底演化 演生然后变成了海底人 甚至有人认为 就是说有可能它这个亚特兰尼斯岛还保存着 还保留了当时的这种状况 如果我们要发现它的话 会发现很多的这种古代文明的遗迹 至今仍然有研究者在试图论证亚特兰底斯王国 曾是外星人的USO基地 然而古雅典人很有可能并非是记载不明飞行物的第一人 在埃及的神庙中我们就发现了 那种烟熏火燎的痕迹 就是他们工匠们怎么样能够在那种狭长漆黑的隧道里工作呢 肯定他需要照明的 但是没有任何的烟熏火燎的痕迹 那他的照明是通过什么照明的 是不是就是用他们发明的这种电池 然后提供照明电 所以当他们那里出现的这种类似于USO的这种浮雕的时候 是他们看见的 还是说他们其实当时已经拥有了 就没有人知道了 1067年 住在英国乡间的一些百姓 看到空中有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 在田野上空上下浮动 突然不明飞行物开始加速 最终坠入了海中 最后一系列同样发生在11世纪英国的木鸡事件 成为了欧洲最早的不明潜水物案例之一 今天人们可以登陆一个叫 水下UFO的网站 这里记录了从古至今超过900例USO事件 1904年8月1日 费城问寻报曾披露了 20世纪第一例不明潜水物事件的细节 据记载 英国货船摩根号在驶往费城的路上 船长和船员们突然发现 大洋上空有不明飞行物飞过 随后货船便被一团闪光的气体包围 当货船被气体团团围住的时候 船上的仪器和设备全部失灵 罗盘疯狂地转动 整艘船被磁化了 船员们无法操纵任何仪器 摩根号船长厄克特向外界披露了整个世界的细节 并保证当时在场的所有船员都目睹了发生的一切 这里是圣卡塔利纳海峡 这段太平洋中约42公里宽的海峡 使洛杉矶市与圣卡塔利纳岛隔海相望 在这个不宽的海峡里去藏着像芝麻辣马峰一样深的一个海沟 那么专家们猜想在这个海沟里可能蕴藏着世界上最深奥的事物 1992年6月14日上午10点24分 太平洋海面被明亮的光芒笼罩了近两分钟 有目击者看到近百个发光的圆盘状不明物体 一个接一个从海里钻出来 与其他有关不明潜水物钻出水面的目击报告类似的是 这些物明物体也是从太平洋海里悄无声息地钻了出来 他们在空中盘旋一会儿后便冲上了云霄 目击者马上向附近的马里布警局报告了这件事情 当地警局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美国海岸警戒中心 但是他们却没有对此现象采取任何措施 1992年发生的事件是洛杉矶三年来发生的第二起不明飞行物事件 1989年2月7日清晨 天空灰暗大雾蒙蒙 船舶声纳探测系统和海岸上的目击者 看见一个很长颜色灰暗的不明物体从太平洋海底钻了出来 不明潜水物在水面停留了大约一分半钟 期间它庞大的身躯内又飞出了几十个更小一些的不明潜水物 它们的飞行速度极快 一分钟后庞大的不明潜水物又潜入了水下 船舶声纳系统最后探测到其消失前的具体位置是在圣卡塔利纳海峡南部 1947年在罗斯维尔发生的事件曾经激发了全世界对飞碟的好奇心 上述这些在洛杉矶附近发生的事件 同样引发了人们对不明潜水物体存在的可能性 及其是否对人类存在威胁的研究狂潮 迄今为止地球上70%的表面被海洋覆盖着 那么在这个海洋里面我们确实能了解的东西还是非常之少 我们在海底在一些海底火山附近发现了很多生物群 那么他们有独特的整个的生态生态链 他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这都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生物现象 所以生命的痕迹在地球无处不在 那么人们当然可以有理由想 那么在海底有没有存在一个海底的人 或者是外星人会不会在海底建造他们的基地 这是很让人猜想的一件事情 不明潜水物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可以自动分解增加数量 令人惊奇的著名的新湾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 新湾处于阿根廷南部阿梅西诺地下的南边 1960年2月8日 阿根廷海军在其海域发现并追踪了两个巨大的不明潜水物 起初他们以为是美国的潜艇 立即提高了警惕 根据当时的记载 声纳探测出那两个物体竟然自动分解成六个 飞出了水面 阿根廷人根本追踪不到他们 也无法进行攻击 因为他们转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注意到1960年的时候正是冷战的时候 美国和苏联呢 一个是两方各自都在进行一些秘密的具体研究 另外一个呢 他们两方也会互相的派给到对方去大量的那种间谍性的 比如说是间谍 那时候还没有间谍尾信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探测器探测仪这样的东西 所以是在那个时候 到底这个目击者看到的是什么 还是有待考证 1963年3月 美军潜艇正按原计划 在距离波多黎各海域160公里处进行训练 突然一艘潜艇偏离了预定航线 他发现水下有一个不明物体 在以至少150海里每小时的速度飞速航行 最惊人的是 它的潜水深度竟然是水下6100米 实际上的